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前夕 中共抢在10月9日先举办纪念 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另一手在香港以国安法恐吓禁止港人纪念 中华民国陆委会7日表示 辛亥革命纪念日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中华民国至今仍在台湾身根茁壮屹立不摇 媒体报道中共将在10月9日 在北京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7名常委都将出席 习近平将发表谈话 强调所谓和平统一 所谓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等干预台海 与反对台独 中华民国政府回应绝不接受 是为了合理化共党专制 并对台湾进行统战 惯常利用办理各种纪念活动 扭曲历史事实 以升高其内部爱党爱国的民族情绪 企图否定中华民国主权 矮化我国际地位 对此我们绝不接受 陆委会强调 基于捍卫国家主权及民主体制 提醒国人不应参加与合作办理 类似统战交流活动 遵守两岸条例及相关法律 国安无法反渗透法 也呼吁各界不要呼应对岸 中共的政治诉求 香港各界长久以来 普遍认知 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1911年推翻满清的封建专制 建立中华民国革命的过程 与香港密不可分 强烈呼吁 有关方面应该要正视历史事实 保障港人的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 香港人几十年来纪念双十 但港府保安局长 以港版国安法威胁港人 不能从事所谓 把台湾从中国翻列出去的行为 一些餐厅也通知取消侨团活动 香港过去较具代表性 及规模的双十国庆活动 预计今年几乎消失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张东旭 台湾报道 城市里面进入 执行文字面 更新冠人 厨约 被 温存 病房 病房